服饰会是从江湖时代所发展出的民间版画 绘画风格与内容丰富多变 多半为描绘社会百态与当时的风俗民情 截日起在中正纪念堂登场的江湖风华 五大服饰会师展 展出五大服饰会大师精彩作品 又被关上美人会之神的喜多川歌模 以画妇女和民间风俗为特长著名 笔下的女性千姿百态极举美丽 东周斋写乐则擅长描绘演员生动表情 相当戏剧性 大家所熟悉的《格式北斋》 本次展览展出十多件 她72岁时的《富岳三十六景》系列 《富岳三十六景》是以富士山为取材 从不同角度看富士山 其中举世闻名的神奈川冲浪里 将汹涌海浪描绘续如生 沐船在其中几乎被淹没 远方则有富士山所力 构图令印象深刻 展场还以动画方式 穷现画中海浪波涛汹涌的景象 另一件凯峰快晴 则描写富士山被染红的景色 都是北斋传世景点之作 由于北斋也被誉为日本漫画始祖 这次展览也展出北斋漫画史绘本 也是北斋名不容错过的焦点 《歌川广众》的《东海道53次》系列 也是她的代表作 尤其她使用蓝色的技巧之高 令人津津乐道 后来的人甚至还给了《广众兰》这样的称号 其中《大桥奏雨》与《梅树开花》两幅作品 都曾被范骨以优化临摹过 展场现场也特别打造《大桥奏雨》实景 环渊画中桥上人们躲避 突如其来暴雨的画面 另一位服饰会大师《歌川国芳》 除了擅长描写武士的神韵 他在服饰背景以及光影铺陈等细节上 也是分为后世研究学者所赞扬 此外《歌川国芳》对于妖怪主题也非常能掌握 他的一幅《象马虎猎》里 有人认为现在热门动画近期的巨人 就是从此作品中得到灵感 事实上北斋的《百物语》也是一个妖怪绘本 反映妖怪其实是服饰会中常见的创作主题 国际服饰会协会常任理事钟佑英指出 台湾很难得一件如此大型的服饰会展 邀请大家走入江户时期 一窥当时的社会风俗百胎 服饰会是距今四百到两百年前 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大众风浮化 其中如流行服饰等等 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树一致 构组出一个奇妙特异的世界 看好服饰会的超高人气 本次展览也规划相当多各式各样的周边商品 要让大家看得过瘾 买得也过瘾 这段国民台记者正向云交召伦 台北此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